以色列军方发动空袭 炸死了哈马斯领袖哈尼耶的七名儿孙 可能会导致还没达成的停火协议再次胎死腹中 不过哈尼耶表示 哈马斯依然会继续寻求停火协议 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目前身在卡塔尔多哈的哈尼耶表示 哈马斯一致没有放弃寻求停火 反而是以色列不断逃避巴勒斯坦的要求 他说他的三名儿子星期三 带着四名孩子前往加沙北部 仅仅是因为开斋戒前去探亲 但是以军不分青红皂白炸死他们 还要指控他的儿子是哈马斯特工 他强调如果真的是执行任务 又怎么可能让孩子同行 可见以色列一直在无差别的杀害百姓 试图合理化他们的屠杀行为 感谢观看